这个气氛不错 我还念泰国这种手作手工品,对吧? 也只可登 Korsatam,Lan,Bert,Giby,Liao,Cup 我给你十八倍了 十八倍了 哦,OK,Cup 十多年 十多年店了 《毕业第一集》 嗨,大家好,我叫金米,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是礼拜六 当然,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话 应该是工作日 大家工作日愉快 因为猫猫今天早上来教书 就是当家教了 来到MISS Jatuzak的三楼Fu Kuo这边 这边的位置随便坐 所以它在这边交述 然后我就过去下面的Jatuzak拍片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设计有点像室内的Jatuzak 首先呢 Watson旁边这边有个出口 这里直出去就是卖宠物的 就是卖猫卖狗 包括一些兔子啊鱼啊蛇啊 你想象的到的动物 基本都有 这边有一些宠物用品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从另一个门出去 这个门出去就是Jatuzak啦 大家平时熟悉的 周末市集 那我们就跟着镜头去看看吧 哇外面蛮晒的 感觉没有几个像我这么傻的人出来晒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啦 因为平时没有试过这么晒的时候出来拍片 现在才10点多一点 带大家看一下10点多一点的Jatuzak 有什么店铺开着 这边是鱼 这是鱿鱼 这是鱿鱼 鱿鱼 哦 天气超好的 咦 这台Van仔太行呢 想起这种面包车 大家来泰国应该有搭过吧 像那种12人的Van仔啊 呃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病了 然后他们呢不是救护车来接送 而是那种车改装一下来接送 欢迎来到Jatuzak 那我们往这边看看 因为外面比较晒 所以逛里面 感觉开的商店蛮多的 这边全部开了 这边都是卖一些小的工艺品啊 卖花啊 包装一些礼品 要往里面看看 里面的店铺正常可能是开的 但现在可能太早了 都还没有开 那我们往这边看看 嗯 拖海 哇 里面这个气氛不错 我还念泰国这种手作 手工品对吧 椰子壳灯 以前我蛮喜欢的 以前我在青麦我专门找这些东西哦 但当然能运去青麦卖 已经算蛮贵的 青麦的什么木雕春 这家店看起来蛮高档的 还有冷气 会有一种回到COVID之前的感觉 就是蛮大街的这种工艺品啊 要闻到一些什么香味 反正就很香啦 其实外面蛮帅的 但是呢 非常有缘性的话 就里面全都开了 我忘记什么品牌的咖啡了 看上去蛮高档的 气氛很棒哦 这是一家咖啡厅 只看这么两条巷子就能feel到 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 大家有没听到拉扎的声音 也就是这些店铺陆续开门了 虽然没什么人 也正好没什么人才这么好逛 他正在坐油漆 对面也正常开啦 这些服装店 还能开车进来的吗 还蛮好玩的 这里还有一家联邦快递 专门寄国外的联邦快递 这边还是有一些外国的观光客的 感觉这一家有点特别 几乎二十五 穿上这种鞋子逛街也是蛮帅的 托尔气烤肉 那一边都是卖衣服鞋子 然后这里终于有一家餐厅了 非常方便 这家餐厅有照片啊 还有英文还有中文 这家好像蛮有名的 可乐的沙冰二十五块一杯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 前面这群人呢 就是管理杜杜杜的这些摆摊的位置 就像如果摆摊摆出来一点点 他们就会说的 他就会讲一些这样摆不对 那这边是个出口 原来真的可以开车进来 虽然是周末市集 不过他一个礼拜都不会休息的 周末的话就开的比较多 里面他都会开 但平时一到五 在外面这条路上都会摆一些植物 逛到这种店呢 就会停下来吻一下 非常舒服 真的好享受这种感觉 就像观光客回来的feel 然后呢看到这边有一些镜子 这些服装店都会挂个镜子在这里 所以不用担心大家一边拿着吃东西 那些吃相难看 大家可以调整 嗨 这边是 你能说话吗 嗯 嗯 嗯 你能问他 这个价格是多少 哦 因为他们不能够 他说 他说 他开了两个小时 哦 我会再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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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简单的问一下价格和时间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英文、泰文都不好 但是呢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在这里还有幸看到我喜欢的一些老车 这台老Benz加了包围 还改了这个避震 加了个旅行箱 还有这一台车也改了 当然我比较喜欢这一台 Honda的Sewit 三门Sewit 对啊 哇 它现在还能上路哦 免省过的 很棒 这台旅行车我也喜欢耶 Honda的 ODA 还没 里面还有TES 逛到这里我好熟悉哦 我记得有一家餐厅非常棒的在这边 那我就去吃啦 这个位置能看到那一栋楼啦 我也不知道什么楼 那边停车一个小时四十块 比较贵哦 这就是MRT 出来 要往这个位置 红南方向 我们不是去红南 那就是这家店 开了 我要在这里吃小小的店 好像还没开 Bert Yangtap Bert Yangtap OK好 还有半个小时才开 但没关系 半小时很快的 不过这家店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Campan Pet 2号出口走过来这边 红南位置 然后在那里面 这个位置也能进Gatujang 所以大家来Gatujang 还有个方法就是从MRT Campan Pet 2号出口出来就是了 左转就是Gatujang 右转就是我推荐的那家餐厅 还有Toilet 现在十一点半了 然后我在这边等他们开门 这家店名就是这个啦 我会把定位放出来 分开 哇 全是泰文 大家能看到这个照片是Kajjiao啦 Kajjiao就是煎蛋 然后这里有Kajjiao Talé Kajjiao Musa 这个 对 练习一下写泰文 靠我应该记得吧 这样应该OK 你好 那你 呃 我没什么意思 对 靠你 靠你 对 我没吃饭了 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吃饭了吗 我吃饭了吗 当然 好激动哦 作为第一个客人 而且是写泰文的 加油 看他正在做这个冬饮 又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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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了吗 它煎的这种外焦里嫩的味道 配上这个番茄酱 一般我习惯的番茄酱就是直接倒下来 花漂亮一点 分开 非常厚的白焦 这家小餐厅也是妈妈推荐给我吃的 她说她念书的时候就常来这边吃 所以有很多年了 十几年的老店 现在一个人只能点一个菜 只要多几个人点一盘菜 就像我上次来这边吃的感觉 就已经一年前了 在加都加我也只能记起来这一家店 说明它非常美味 非常好吃 吃饱 买单 谢谢 谢谢 吃饱了 吃饱了 又是非常棒的一个美食 前面有一位摄影师给她拍照 哇 这间店蛮香的 我在这里能闻到香味 在MRT 出来 这里有个自住寄存柜 就是要给钱哦 好像四十块两个小时 还是一个小时忘记的 反正就要给钱了 然后继续逛过来 加都加 还有这家甜品也是蛮多年了 但是我不想吃甜品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加都加的一些交通方式 可以MRT 就是捷运到那个 companpad2号出口下来就是了 也可以test直接到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如果是开车的话 可以停车在加都加里面 最便宜的地方 JJ莫算是我知道 附近停车最便宜的地方了 前两个小时二十块 之后每个小时二十块 也算是非常便宜的 我身后那个 讲的有点新的一个百货 好像卖古董的 不建议停那里 那里上去的话 好像只免费十五分钟 你要每小时四十 这个不划算 这边的美食街 算是加都加里面最大的 但我已经吃饱了 采光到这里 没关系哈 我就是为了那家店而去的 那今天也比较顺路 也比较幸运 在周末给大家拍了 周末四集加都加啦 那这支影片就逛到这里了 外面其实比较热了 因为我刚打完疫苗 我就不穿短袖了 也不喝什么冰的东西啦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按赞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